人在冰室 喂 你在哪 人在冰室 大家好 娜姐在 大家好 我是Alison 歡迎來到人在冰室 在這一節開始之前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我們今天的分享 娜姐 我們今天有什麼話題 Alison 我們今天就說一下 你贊不贊成私生戀 私生戀 在全城的話題都在說 不贊成的 尤其是在18歲以下 不要了 食禁果是有些違反道德的問題 是觸法 觸到這個法例 除非你已經是一年 其實在香港 你是男老師和女老師 搞私生戀 在2016 有一宗前香港教師 與學生 發生性行為 判了五年 而2014年 女老師 補習老師 與學生 發生的關係 是被捕的 他們的判法是不同的 女老師和男老師 在女老師之下 通常都是判她 16歲以下 兒童不雅行為 但最高的刑罰 竟然是監禁 十年 明白了 所以我的答案是 不要 我也同意 其實我記得 以前中學的時候 對那些老師 是全敬畏之心 真的敬畏之心 不會想到另一個階段 我不知道 是不是現在 因為有互聯網之後 資訊太多 就 容易些學壞 你覺得呢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家教的問題 是 因為你從小到 但你父母有教你底線 在什麼地方你也有底線 你做什麼也有底線 你吃飯也有底線 你去街上也有底線 你喝汽水也有底線 做什麼也有底線 這個道德 Morality 什麼是底線 你底線好 我覺得現在的人 就好像 沒有什麼底線 我喜歡就是底線 他這樣說 有一件事你是不可以 抹殺的 就是因為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 令到 我們 這個世界的人 可以接觸到 不同國家不同的資訊 是立即 立即 的資訊 變成 你做了什麼壞事 你在0.1秒 在 across the world 立即 會被人知道 所以你做了壞事 是 快一點被人 刺爆 我覺得以前也是有壞人 這樣 他不覺得是壞事 他不覺得是有問題 我是喜歡這個人 有什麼壞 關你們什麼事 這樣 現在的態度就是這樣 是的 是的 我都很驚訝 是的 我都很期待 究竟這件事 究竟會 發展成怎樣 但是呢 在我 跟朋友 交流這個 這個 這個 race 一個小孩 怎樣戴大一個小孩 男女都很不同 你不可以說男生 你就可以放鬆 一點都不可以鬆懈 不過我們先說回女生 這件事是女生 16歲 是嗎 這個 這個 籃球教師應該都需要11 是 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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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照片 有視頻為證 我說回我的朋友和大家分享 就是 在女生 發育期間 在10歲 11歲 至15歲 這段時間 因為她們的身體 這個 轉變 就是 你的康蒙 你慢慢變成成人 變成了 開始會 對異性 產生有興趣 這段時間 你真的要金睛火眼 去更加 花多些時間 去了解你的子女的發展 其實在現在互聯網 這麼發達的日子 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她 日常接觸那些什麼 她在想什麼 要有很多溝通 才可以建立一段 好像朋友 什麼都談得來的關係 你覺得呢 娜姐 是的 其實 有時都真的很難 因為 大多數時間 家長都需要去上班 要去找食 根本沒有那麼多時間 慢慢溝通 你不跟她溝通的時候 其實她有問題 第一個 未必會想起家長 可能想起的只是 我朋友可以幫到我 慢慢就會 跟家長 那個關係 建立不了 變成她有什麼想不通 自己在轉牛角尖 家長也沒有你 那麼有空回家 又是拿著手機玩 兒女想跟你說話 你也說 先打電話 都好像不想跟他們溝通 慢慢時間過了 其實到時是她不想跟你溝通 你想跟她溝通 她不想跟你溝通 已經變成一個很陌生的關係 沒錯 會變成這樣 沒錯 你說是不是 因為這個信心 不是信心 應該是信任 因為你要孩子信任你 是不是一時 你睡醒覺會發生的事 是你每天 好像去鋪路搭橋 逐點鋪回來 你要去信任你 當你一個朋友 什麼都談 你一定要付出 你不要說回來下班很累 不跟兒女聊天 有些真是壞到會發脾氣 發子女的脾氣 態度不好 打打鬧鬧 更加都不會有辦法談 其實你在街上見到 有些小孩 他都跟工人發脾氣 其實可能他也是 Copy回他父母在家裏做的事 所以你不要說 真的說得好 你不要說 什麼子女這麼頑皮 在街上大瘋大叫 我見過一個小孩 我想是十歲八歲 在機場 在等飛機 在機場大大聲聲 在說髒話 在罵 是呀 鬼還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 鬼還是中國人 是呀 他真的說髒話 我心想 他究竟在家裏過什麼生活 為何一個小孩 會出來在機場 後機室大大聲說髒話 跟媽媽在吵架 還是想要什麼 還是怎樣 是爆髒話 我真的 究竟這個小孩 經歷過什麼 會變成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例子 我可以在我的腦裡 如果我馬上想到 我就會反映 就是 這個小孩應該是經歷 一個長時間 要什麼有什麼 家長是不會過濾 究竟他需不需要 都會給他的 即是得到的東西太容易 你一不給他的話 他會瘋 即是他沒有經歷一個 去分析 你每買東西 每擁有東西之前 都要去分析 究竟這東西是什麼 你需不需要 你用來做什麼 究竟要多少錢 還有你家長也要告訴小孩 其實我要工作多少時間 才可以買到這東西 即是這個 這個trade 這個value 在哪裡 即是要做出一個平衡 不是說那些東西 即是你的手指會掉下來 不是這樣 還有我想起一件事 也挺恐怖 是一件 一個男生 已經坐牢 他之前是殺死了父母 是計劃殺死父母 把父母分開一粒粒 為什麼他會做這件事 他就是說父母從小到大 逼他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 練鋼琴 他就不喜歡 其實他很討厭 後來他又覺得自己生得矮 又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他就全部都賴了父母 其實有時候 家長給小孩的東西 他們以為是好 但其實原來 他們小孩是不喜歡的 這樣 其實這些關係 真的要雙方面 大家溝通 也不是可以成為這個人 去殺父母的藉口 也不是 他也有一點心理問題 所以要去處理 他現在已經出不來 因為已經坐牢 但真的很恐怖 他殺了兩個 還要一顆顆 應該是終身 是啊 他原本想殺他大哥 但他又覺得他大哥 剛剛想計劃他做這件事 他又跟他聊聊天 他又覺得他大哥不至於這麼壞 所以沒有打算殺他大哥 但為何一個人可以去到這個地步 其實真的 經過很多歲月的洗禮 怎樣去建立這個殺機 其實真的很恐怖 對嗎 對 是的 家庭的關係 已經沒有了很久 但他父母已經送他出去外國讀書 知道嗎 他也不欣賞 不是送出去外國讀書 就是好東西 關心才是好東西 你給他以為是好 但其實對他來說 他未必欣賞 他未必需要這件事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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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需要的東西都不一樣 真的要去去看 那你覺得 這個女子16歲 就已經這麼開放式的 拍攝自己的 Nude的照片 以及拍攝視頻 你又覺得怎樣 我覺得很驚訝 原來現在已經可以去到這樣 我覺得是無奈 一點後顧之休都沒有 這一下令我很驚奇 其實他 我想他真的沒有想過 之後會有什麼後果 是呀 你真的 這些照片 他真的覺得無所謂 是不是 他好像 你跟我說 他根本不在乎 I don't give a shit 是呀 真的 很難 這個案子真的很棄手 非常棄手 這些不是一枝一枝 因為他真的 姐姐仔你玩完了 他不覺得 是呀 其實他意識不到會是怎樣 因為是太遠的事 他可能會覺得 有其他新聞出來 就已經蓋過他那件事 還哪裏有人會再提起 這樣 是呀 我又覺得他 未必會這樣想 因為當務 當務 at the moment 是起訴 是呀 不過起訴不是他 是起訴男 沒錯 那個男的肯定 會被起訴 是呀 這個 性知識 和性方面的家教 都是很重要的 很明顯 這個女子 是沒有得到這個指導 我們呼籲各位家長 男也好女也好 生的孩子 都在這個 teenage的時間 都是要金睛火眼地 對 讓他成年 18 21 才可以放手 我們今天 講這個 施生戀 食禁果 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談 如果喜歡我們廣播 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下次見 拜拜 拜拜